花山基金会爱老人爱团圆年菜募集公益行动 已经迈入第19年了 而在目前花莲市长魏嘉贤也协同艺人杜诗梅 以及夯爸餐厅主厨黄学文 以及料理PK赛号召社会大众力挺支持 希望能够在寒冬中为花莲弱市长辈注入一道暖流 PK开始 为了响应花山基金会已经迈入第19年的 爱老人爱团圆年菜募集公益行动 花莲媳妇艺人杜诗梅特别邀请花莲市长魏嘉贤 及夯爸餐厅主厨黄学文 以料理PK赛的方式为长辈们上演一段型男大主厨 老人家们准备的年菜其实都以干货为主 因为老人家通常一个人住 他一次没有办法料理那么多的菜 而且包含那么好的菜 他们通常会舍不得吃会放到坏掉 就是对我来说 这些干货要怎么变出一桌子菜 所以我第一个我就想到我们花莲的型男主厨了 我们的曹伟先生 那他也非常有创意 他就说这简单 他说这些年菜组呢 我再结合花莲在地的三宝 然后把它变出 他自己写了一整桌的 真的是像年菜一样规格的料理 然后其中播了两项 较为简单的 留给我跟市场来处理 然后他自己一手包办了其他的大菜 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全都是以干货食材 包括樱花虾香菇肉松香肠等做出多元变化 主厨废机心思也让长辈们吃得开心 我闻家里没有那么多菜 看到这样的菜你觉得怎么样 心里好欢喜 花山基金会在花莲服务将近有1300位长者 提供关怀仿式物资协助 陪衣取药代购生活物品以及年结关怀等等 但在今年的募款认购上却不尽理想 花莲目前目标是募集到1200多位的年菜的部分 那因为现在以疫情关系比较严峻 那现在募集的成效其实不是很理想 我们大概只募集到三成左右的年菜 那也希望借由这次活动来响应 让大家可以共享盛举参与这次供应活动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 都能够关心身边的老大人 如果你能够出一分力多多关心 如果能够出钱的话 能够捐给相关的社福团体 能够让他们有力量 可以去关心我们身边的老人家 在此呼吁大家 一分七百块不多 那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能够捐赠的话 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长辈 花山基金会及需社会各界的力挺支持 欢迎更多三星朋友可以一同响应 在寒冬中为弱势长辈注入暖流过好年 黑力小 赞力小 新年快乐 记者 许立琴 华林市报导